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看头不要紧,只要主义针 杀了夏明汉,还有后来人 1928年初,一个年轻人匆匆登上了开往汉口的火车 他刚被中共中央调至湖北,担任省委常委 名叫夏明汉,虽然只有28岁 但他已经有了七八年的革命经验 当时,为湖北省委主编秘密刊物的谢绝哉 对这个年轻的常委印象很深 明汉每天化妆容易去近郊准备暴动 那时给我的印象是,朴素、刚毅、不大说话 减危险的费力的工作做 此班去湖北,不怕危险与费力的夏明汉 要和同志们在白色恐怖下发动工人运动 但工作刚有了些眉目 组织却遭受了重大损失 明汉同志到我处说 省委机关差不多都破坏了 我已搬到中央旅馆某号 有事可到旅馆找我 法国命势力日益猖獗 不断有同志被捕遇害 高压之下 夏明汉的一举一动变得格外危险 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 但他仍和谢绝在约好 次日到同志的住处商量行动计划 然而到了时间 夏明汉没有如约出现 第二天我又去的周友村来说 今早杀了人口号叫得很凶 我心大忌 谢绝在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在这场不断升级的反动镇压中 夏明汉不幸被捕 国民党知道 这位参与组织过秋收起义 当过毛泽东秘书的共产党员 价值不小 但在连夜的刑讯中 他们没有从夏明汉口中 得到一具情报 1927年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后 大批共产党人被国民党反动派残忍杀害 长江南北都笼罩着恐怖的阴云 态度坚决的夏明汉自知十日无冬 牺牲已成定局 1928年3月20日 夏明汉被押赴汉口刑场 行刑前 刀子手问他有无余言 枪口下 夏明汉留下了短暂人生里最后的二十个字 砍头不要紧 只要主义针 杀了夏明汉 还有后来人 炎帝 夏明汉从容就已 从被捕到牺牲 仅仅够了两个晚上 这时候写在生命最后时刻的事 有他对死亡的无谓洒脱 也有对未来的坚定气血 夏明汉堵信 流血牺牲下不到真正的革命志士 未尽的事业必将后继有人 夏明汉生在一个富裕家庭 祖父曾任清朝户部主事 可夏明汉从不满足于优渥的生活 很早就鼓励弟妹和自己一块投身革命 去改变乱世下民不聊生的凄惨景象 就在夏明汉就义的第二天 刚刚二十一岁的五弟夏明镇 在湖南春县被反革命武装杀害 壮烈牺牲 在接连失去两个孩子的夏家 顽强的革命火种 没有就此熄灭 四妹夏明恒 带着两位手足的遗愿 义无反顾的领导 湘南妇女运动 在1928年6月的一次行动中 夏明恒被国民党反动派包围 遇难时年仅二十六岁 这些后来人果如夏明汉 在牺牲前预料的那般 无畏而坚定 但不同的是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月 他们没能像哥哥一样 留下一张真正的照片 后人只能凭回忆 模糊地勾勒出他们的样貌 93年过去了 夏明恒就义的地方 成了一所中学 学校里有面纪念墙 墙上的碑纹 这样缅怀夏明恒 和那些后来人的牺牲 旷百世而相感 立万古而流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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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开 划红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斜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